就是曾憲哲失蹤事件 曾憲哲失蹤事件我們一開始可以說 首先我們要說我們要避免 社交媒體直接評論曾憲哲的 大家明白了 曾憲哲是一家名校 DBS 即是拔萃藍絲苑的學生 他只是17歲 而17歲他面對著很快就是DSD的考試壓力 即是說他公開試 就是他現在面對他人生其中一個最大的一個 不要說關卡 最大的一個挑戰 考得好 考得不好 是對於他的前程有很大影響的 所以很難怪的 做父母當然希望自己的子女 是出人頭地的 這個是不能變的定律來的 我也是兩個女兒的爸爸 我自問我的女兒也是很高要求的 我兩個女兒也有名校的 但問題在於名校的父母是不是怪獸家長呢 在這件事上我看到普羅 普遍都會加了一個目光去看這件事的 我一會兒嘗試盡量避免對真獻截造成直接衝擊 我們盡量不要說真獻截 反而我們講講這件事上面 有些甚麼令大家覺得可以多些參場的 又或者無論我們自己 我們對自己的親人 又或者政府部門 可以怎樣去避免這些事件再發生 又或者我們還有些甚麼呢 可以有些民間的智慧 或者我們有些生活智慧 在遇到某些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怎樣去求生 這件事當然是比較特別的 整件事粗略地說 真獻截是不見了八天的了 在第八天結果是找回的 警方、消防、民安隊、搜救隊 民間的搜救團體 很多很多人 政府說出了110至150人 即是政府各個部門 出了百多人去搜救 首先我聽到一個意見 就是會不會他父親其實是某某人的親屬 所以政府會特別照顧他 看來又不是的 我看回資料 原來其他不見了的人 都會出百多人去搜救 不過真獻截是比較特別的 真獻截似乎他經歷了幾次大事 包括颱風、暴雨 在這個過程裏面很自然 大家的心一定要涼一涼 涼一涼就不是很開心 就是可能壓一壓 意思是每過這些日子 是覺得看到新聞 其實坦白說我也不想看下去 原因是覺得很大機會 會有一個很嚴重的後果 因為在荒山野嶺、冷 大家知道尤其是在小犬颱風的時候 其實凸濕身是很冷的 如果大家有凸濕身就知道了 因為吹過來的風 其實加上冬一冬的風 本身是涼快的 再加上雨水是冰涼的 我跟大家說過 我出去換水泵 一個小時凸濕了 是冷得很厲害的 然後回到春的熱水涼 很久的水都不能令皮膚感覺到溫暖的 這一個可以想像 曾憲舌是其實在荒山野嶺 是面對著一個非常之飢航膠壁的狀況 他能夠如果在八日時間 在沒有水糧 沒有水、沒有乾淨、潔淨的食水 沒有糧食的情況之下 能夠生存到 其實第一個體能是非常之好 不過年輕人的體能是特別好的 而且第二就是他的意志力一定很堅定 因為我自己做過童軍 我記得我在這裡講過 我曾經參加愛丁埔獎勵計劃 需要在荒山野嶺 記得在田夫仔出發 最後要去到浪茄 一路走走走 本身已經很累了 去到最後 去到浪茄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了 深夜的時候 去浪茄可以住一晚才出的 也是拿到一個章 但是在浪茄的山頂 結果就迷路了 這個很特別的 我本身童軍 我是在黃大仙區的 是對西貢非常熟識的 是可以不用帶地圖 我可以認到 貧南蛇尖 貧著海岸線 貧著幾個彎 其實我基本上可以認到 是我自己在哪裡 和向哪個方向走是正確的 晚上是比較難的 不過因為山路基本上熟識 雖然我當時是小行夜山 但是自己自問覺得 是會對於 譬如我聽到海聲 只要浪茄在前面 自然是不需要太靠地圖和指南針的 當時有帶地圖指南針 但是我結果在浪茄的山頂 是迷失路 迷失路之後 我出現了我一生最驚恐的時間 到現在我已經53歲了 我相信當時十幾歲 到現在我記得 而且深刻印象 是我一生最驚恐的時刻 當時的情況是草木皆兵 或者可以這樣說 是覺得有人跟著我 有人追著我 甚至有野獸怪物追著我 總之我每走一步路 我一越走得快 我會聽到自己的心跳 加起來 我會覺得有人追著我 所以我就荒曬 然後到處走到山上 結果走到 我根皮尼還跌倒的時候 我在浪茄這個戒毒營山頂 有一條喇喇 即是有一條隱水道 結果我是搜尋隱水道下去的戒毒營 當時是弟兄 他們叫弟兄 他們一見我傷了 給我熱水喝 給我一些東西吃 給我一些火生暖 取暖 然後載我出去 市區彩虹站 當時感覺到很溫暖 但過程裏面可以知道 其實在荒山野嶺 就算你很好看能 當時體能是沒有問題的 整件事是發覺自己是夠力的 是沒有覺得累的 但問題是會慌的 會很害怕的 但是曾憲哲 在獲得營救的時候 看到他是很鎮定的 這一個也是值得讚的地方 是一個意識力很堅定的人 曾憲哲說 現在報導說 不是曾憲哲說 報導說曾憲哲說 或者傳出來 或者以我傳我 新聞報導說 曾憲哲其實是想上山 休息一下 安靜一下 可能讀書壓力 可能自己對自己要求的壓力大 他覺得可以寄成在山頂 在山頂其實很容易可以寄成 因為想到山頂 空氣裡面的養份特別高 所以他心情自然舒暢少少 可能比頭疲累 因為這樣在山頂睡著 起床的時候已經晚上了 所以很容易就當失了路 因為這樣 所以他白在山頂就當失了路 但特別在於 找到他的地方 其實距離一條主路 是只有100米距離 即是說過去的日子 包括康復天 康復天的時候 當然山上沒有人了 康復天的時候 可能有守舊隊經過 可能有遠山人士經過 理論上他應該可以接近到人類 但也沒有因此而博發現 或者他發現對方而去求救 結果他濕了身後 其實應該在小選颱風的期間 因為很冷 衣服冷了 褲子不知道有沒有脫 但鞋子不知為何又脫了 結果發現的時候 消防人員就說他身上沒有衣物 衣物的意思是他沒有物件拿著 即是沒有手來電話 也沒有袋 沒有衣服的 褲有沒有穿不知道 但起碼沒有衣服 所以消防人員就拿一件衣服 給他穿回取暖 然後看到有一件是銀毯 給他取暖 當然了 曾憲哲究竟在過程中如何生存 有報道說曾憲哲是摘一些食物的果食 也是用乳水來飲 令到自己可以保持有水分 和保持一些小小小的食物營藥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不可以在荒山野嶺生存八日時間 我真是一個問號 我所知道的自己 如果兩天幾沒有吃東西 不要養日 一兩餐沒有吃東西 我都會暈的 我都會腳軟 當然曾憲哲當時被發現 他已經失縮了 是很累的了 但是究竟在八日時間裏面 詳細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當然沒有可能知道的了 亦都可能出於保護曾憲哲 可能都不應該再去詢問 或者不應該再去報道 因為曾憲哲跟著回頭 是要面對著他的同學 和他的朋友的 所以藍拔稅在這件事上 是應該有些風險程序管理 是當曾憲哲去服貨的時候 他怎樣保護曾憲哲的心靈 怎樣保護他的精神 就是不要再出現第二度的創傷 這是重要的 亦都希望同學仔 同學仔的家長 呼籲他的朋友仔 他的同學仔 多些給支持和鼓勵給曾憲哲 好了 現在一方面看了 大家的焦點 我看到普遍的坊間 會認為可能出現了苦媽的狀況 他媽媽是有些很特別的狀況 是令人留意到的 或者他媽媽是懂得和媒體溝通 也懂得和公眾溝通 又或者他媽媽是覺得這樣的方法 是對公眾有一個負責任的交代 他媽媽也是很多時候 將他現行之間 將那個精神和一個期望 或者感謝都交託給天父 他是一個基督徒 但特別在於 昨天她媽媽出了一個 在社交媒體的書面聲明 中英文的聲明當中 都寫錯了10月23日的日子 下午2點半是正確的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真的令人覺得匪夷所思 因為10月23日和10月11日 真的很難令人聯想到 是會這樣調亂的 因為正常的日子 一個有教養有文化的人 是會寫文章的人 很少會這樣錯誤指法 你說差一兩天 在記憶上要recall 整個出現 但你說差十幾天是難的 再加上如果你看錯日曆 今天是昨天是星期三 打凍的星期三 加上7日應該是18日 不會去到23日 真的不知道為何 而當中 他加了一句 認在身 這句亦令人很沉嘴 覺得很特別 如果這個寫法 就是名借 或者是一個交代 是在發現真獻節後才寫的話 理論上這樣才知道時間 不知道為何 或者是一間母親 豁著幾年幾月幾日幾時幾分 去寫這個名借 或者是一個感想 裏面的內容 如果當你一個父母 發現自己的子女被救回來 而當中已經坦積了很久 覺得很害怕很擔心 雖然寄託了天父 有一個很好的精神寄養 但是對自己的兒子的情況 是完全處於非常擔憂狀態 當他發現自己的兒子在生 救回來的話 應該是非常喜悅的 理論上 因為已經知道在生 所以說話的大部分內容 都是名借一些救援人員 所有幫助和關心這件事的人 當然都可以名借天父 但是很少說 很少會想到 會寫《刑在山》這個寫法 真的很少很少 如果你自己此生此地 發生同一件事 你要寫個名借 你應該不會告訴別人 你告訴別人 夠了 已經找回了 那是OK的 很少就會說是《刑在山》 因為這個是忌諱 是你很不想發生的情況 你不會寫的 不知為何他寫了 這個令人覺得很特別 她媽媽也在社交媒體 有發聲明 也有發聲的 她也可能會更加進一步 廣場情也未能 不過我相信她媽媽爸爸 要考慮清楚 是怎樣可以避免真獻節 面對進一步的傷害 或者面對進一步的壓力 因為她接下來要去DSE 她既然在事件裏面 她是希望在一個安靜寧靜 而氧氣充足的一個郊野環境 是靜靜的 可能要看書 麥克思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不應該再考慮 給這個年輕人壓力了 所以她媽媽在進一步 講這個詳情的時候 我也相信她媽媽要進一步 想一想 要想一想真獻節 現在的 或者將來要面對的 精神狀態和壓力 而且她本身是一個 不可以遷就真獻節的 公開市的schedule 這個本身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當然 如果她媽媽真的是苦媽 可能要考慮 放鬆對真獻節的壓力 這個真獻節 是因為壓力之下 才去到郊野 去自己想安靜寧靜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背後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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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當然這些 我們外人不應該隨便插口 或者我們不懂教育的 也不應該隨便插口 或者我們做公眾的 希望我們都保持著一個安全 和保護空間 尤其是給真獻節 好了 但是對於真獻節獲救 我們都有一些看法 原來消防和救援告訴大家 他們用航拍機 是拍了超過一萬張相片 接著他們用AI 人工智能去分析 去找回有機會真獻節出現的地方 應該可以很簡單 有幾個scenario 或者幾個better 可能他們在人工智能上面 是輸入了 覺得有機會可以找到真獻節 第一個就不用說 相片上面出現contrast color 即是出現一些顏色的突變 原來真獻節是因為颱風 因為冷了 所以他脫了衣服 所以真獻節的肩膀 或者背部 很可能就在高空攝影拍到 所以他的顏色就是肉色的 和旁邊的樹木的綠色 和露面的啡色 或者灰色 是出現一個contrast color 很可能這個人工智能 給予到一個非常好的indication 讓救援隊成功搜索到真獻節 是因為在這麼多一萬張相片裏 找到contrast color的相片 然後就可以就在相片拍照的區域 集中搜索 這樣就可以容易搜索到 這個就是很頂瓜瓜的概念 這個概念 我們香港人知道都覺得自豪 第二個就是重林 重林就是 原來我們就算在航拍機拍不到 contrast color 拍不到人 但原來在重林上 我們會拍到一些樹 是密集的 顏色會比較深色 在那些地方 可能真獻者在裏面躲起來 或者避開了 或者正在休息 因為這樣 可能避雨容易一些 所以見不到他 所以在重林找你 也可能是一個方向 第三個就是溪間地方 因為曾顯智知道自己需要食水 可能在山間 在山區遊歷的時候 他一定看到食水的地方 他自然的智慧就會留在附近 或者回頭去喝水 他自然就會比較 跟食水的距離 山間距離會比較近 所以他人會頂殼 所以在山間附近找你 也是一個指定 可能跟著這三個指定 也是救援團隊曾經在講法說過的 他沒有所謂的 就是我所謂的 但是因為曾顯智沒有穿衣服 所以可以想像 在重林山間附近 再加上一些所謂的所謂的 結果他們就在花心坑附近 花心坑在地堡城再上 上面有一條村 有很多丁屋 然後再上山 搬過去有很大片 是一些郊野 在那裡附近 一個叫老鼠坑 老鼠田坑的區域 是找到他的 這個值得是為救援團隊鼓掌 當然大家會質疑 為什麽救援團隊 在一個人失蹤 八天之後 仍然這麼積極找 但其實看回之前的個案 其實他們都有這樣做的 也希望救援團隊 繼續努力 繼續去拯救 將要失救的香港人 另一方面 如果大家是香港人 大家都會行山的 大家都可能因為任何情況 是可能結果出現勇敢地一個人行山的經歷 一個人行山其實是危險的 因為你是沒有幫忙 沒有救援 在山區又未必接到手機的電話訊號 又或者在一些事件意外之類 可能是跌了電話 或者電話沒有電 所以大家可能都要學習在山區的智慧 或者是需要等待救援的智慧 現在告訴我們大家 第一 contrast color 是重要的 所以大家如果去行山 尤其是如果大家在天氣之下 又或者是一個人行山的話 是記住你穿的衣服 是一定要和綠色 或者和啡色 或者和灰灰的顏色 是有 contrast的 中間最好就是黃色 或者是有螢光色彩的色衣服 這些 contrast color 對於你在郊外野外 如果出現問題 被發現的機會是好很多 就等於在建築工程 反光衣一樣 第二 當然你行山不要不帶東西 帶電話 帶充電 就是帶水電 另外要帶這些 就是糧食乾糧和水分 這也是必須的 這也有助於你補充體力 任何 contingency 裏面 你都可以照顧自己 第三 原來救援隊伍會憑住 除了conscious color之外 你會不會在叢林 以及會不會在溪間附近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等待救援 可以考慮在叢林和溪間附近的安全地方 停留等待救援 說的是什麼安全地方 如果下雨了 如果在溪間你發現了 溪間通常是低一點的地方 因為水流永遠會把溪間位置 是沉深了 即是一定是凹凸了 你沒有理由要在低溪地區等待 因為如果下雨 山紅暴發的話 低溪地區可能很快就會水染 對你有安全的危險 剛好在山紅暴發時 睡著覺可能被水衝了很遠 所以如果大家在溪間附近等待 應該都要考慮 在溪間附近相對高一點的位置 你看到溪間的同一時間是高的 又平一點的 你躺下來也不會滾到山的 用這些平一點的地方去等待 這也是求生的必然 另一方面是做同軍資 帶一個生火的工具 打火機或者生火工具 是在野外的一個很好的經驗 當你如果冷的時候 生火取暖 或者生火本身也是救援的 其中一個容易找到的方法 生火工具容易 帶一個火機也是的 另一方面帶一個萬用刀 萬用刀也可以幫你割開樹皮 或者割開山果果殼 又或者自衛 或者看到山上有繩 各條繩去保護自己 帶一條繩去保護自己也好 第三樣東西就是繩 做同軍如果自己出野外 帶繩 帶這個萬用刀 帶生火工具 這三樣東西都基本上是必須的 當然剛才說了乾糧 飲品 你的手機電話 水電 這些都必須要帶架 好了 說完真獻節的事件 我們都不再觸碰太深了 因為都不想對於17歲的年輕人的傷害 不過如果是我 如果兩天沒有洗頭 頭髮已經被塗著頭 而且梳筋肯定已經兩天 都可能有5mm或6mm以上 很明顯有一個很深的鬍鬚劑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真獻節第一個頭 留意到它還蠻乾淨的 不知道是否在溪間每天都會洗頭 另外很特別 不知道是否一天有帶就剃刀刀 它真的完全沒有鬍鬚劑 沒有一個是鬍鬚的 一個是很特別的 因為梳筋肌一天就已經見到 它是幾天都見不到 即八天都見不到 這是比較特別的 Anyway 希望在我們八卦的情況下都會保護